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编码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因为确实你要想快速就业 你就必须得掌握现在外面企业用的那些东西 对吧 企业里面没用到这些底子的东西 但是有可能你个人会用到 所以说这个地方去矛盾 你就矛盾在这 而且你们还想快速上手 那只能从这个半空中开始打 对吧 哪里简单从哪里走 对吧 OK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编码的这个问题 还是去读这个歌词文件 歌词文件 歌词最早的时候在Windows上 你用的比较多 所以这里面呢 所有的文件的编码呢 都是Windows那个默认的那个编码 也就是GPK的编码 你看我在这个 那个是什么 Xcode里面是不是都看不了 对吧 但是像这些是不是都正常 因为这些 它没有编码的这个问题 只有中文会造成这个编码的情况 所以说中文跟GPK 中文跟GPK搭配在一起 是吗 很配是吧 太棒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去读取一下这个东西 读取一下这个东西 好 把刚刚这几个代码呢 给它去掉 之前我们打印出来的是 二进制的 不是二进制的 是一个buffer 是一个buffer node 05 好 你看之前打印出来是这个 对吧 来 我们之前也说了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那就是图 图死病一下 好 图死病不传编码的话 默认就是UTS-8 来 我们走 你看打印出来是啥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东西 没有内容在这个地方了 不是没有内容 是因为它那个乱码的字符 在我这个控制台里面 没有对应的字符 所以说明 没呈现出来 那你有意思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说白了 它肯定不行 刚刚有同学想 能不能在这写个gbk呢 好 来我们走一走 buffer里面 它API写得很清楚了 对吧 你看 unknode 不知道的一个编码 对不对 好 不知道的一个编码 好 不知道一个编码 知道什么 是吧 那你知道什么 你要是想判断 那个node支持哪些编码的话 node里面也有一些API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有一些API 去可以判断这个东西 在哪呢 buffer里面有一些进财方法 我觉得是 buffer在哪呢 有一些进财方法 对 就是这个 buffer里面有个buffer is encoding 你把你要用的那编码传进去 它会给你返回true或者first true就代表存在这个编码 buffer就代表不存在 那这个问题 在node里面 要想咱们自己去解决 就没有办法解决 能有意思吧 所以 就从目前来讲的话 以后 所有的地方 全部统一使用 utf-8的编码 你像 咱们这种 现在比较新的一些编辑器 比如说像 Vestcode 包括像 Sublum在内 Autumn这些编辑器 都是一个特点 不支持 gbk 不支持gbk 当然了 它可以装一些插件 对不对 你看那个Sublum是不是可以装一些插件 将那个gbk 转换成 utf-8的编码 知道那个东西吗 不知道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我这个歌词文件 我右键 用Sublum打开一下 你看现在不是乱码吗 它稍微等一下 它是不是给我转过来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装了一个叫做convert to utf-8的一个 一个插件 一个插件 那其实node当中也是一样 你这个默认不支持 对吧 那就有人帮你支持了 有人帮你支持了 怎么支持呢 我这个地方没有第一次 应该在上面 上面读取文件 人家读取 记者有一个叫做i 还不在这呢 我跟大家说 那个库叫什么名字 叫iconv-liter 这个库就是专门用来 在node当中操作各种操作系统的 各种奇葩的编码 各种奇葩的编码 这个库呢 大家可以直接通过npm的方式 给大家安装进来 安装进来过后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库里面提供的一些api 去把编码做相对应的一些转换 那里也把 它不提供给我们读文件 写文件的这样一些操作 它只提供给我们编码转换的这样一个工具 有没有问题 这个库呢 我其实已经下载下来了 那中午呢 我会把我这个demo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呢 给大家发过去 这里面就有用到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先跑一跑 挨个跑一跑这个例子 然后呢 例子 每个例子上面也都写了 当前这个例子是干什么的 好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包括咱们这个 其实这个readme已经很详尽的把这个 我们需要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给它写下去了 你也可以照着那个东西 先自己先看一下 自己做一个准备 然后呢 现在就看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